第二十二题 有关于分解反应与化合反应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A说分解反应是物理变化 化合反应是化学变化 这个是错的 这两个反应都是化学变化 B说分解反应是放热反应 化合反应是吸热反应 化合反应有人会吸热 有人会放热 而分解呢 比如说碳酸钙受热分解是吸热 所以它不见得是放热 所以B选项也是错的 那么C选项说 分解反应后的产物必为元素 化合后反应产物必为化合物 后面的化合反应产物必为化合物 应该是对的 可是分解的时候 氧化狗分解会分解成氧根拱 都是元素 但是碳酸钙受热分解会分解成碳酸钙 水跟二氧化碳 这全部都是化合物 所以C选项也是错的 分解就是从一个物质拆解成其他的物质 化合就是从有两个物质结合成一种新物质 所以选项珠呢是对的 所以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分解反应 以化合反应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分解反应是将物质分解成两种或两种以上 新物质的过程 化合反应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 让不同的物质反应产生新物质的过程 分解